对,别着急,再往这边来点,对,对,这个节奏非常好,对,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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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对, 好球,对吧,大家你看,他这个节奏调完以后,他整个的上台率,尤其是他吃球的这个声音都不一样,很好,你看这种感觉,他自己照弧线的感觉,对吧,你这个练时间长了,你是能自己掌控这个球,对,然后反应手一样啊, 续力不要过早,你看,你整个动作,什么,你续力不要过早,你要把这个放慢一点,别着急,哪怕球已经落到球台上了,孩子没用旋舞,用的是这个蝴蝶的儿童牌, 然后,你看,然后我给你提一点啊,你看啊,你现在,你看,你会用腰,你会用这个,你知道往这边转腰,对吧,但是你记住,你转腰的时候,这个力量不是在你这边的,力量要依靠着这边去往里面转,你才能转出来,如果,你看啊,如果我要是不依靠这边, 我这里这边,我这个力量是很顺劲的,你没发现吗,你看,顺的,你看我以往这,以到这边来,我再去转,是我整个身体,看出这种感觉了吗,你把这个左边的这个力量,再用从这边,往这边里面去转,往里转一, 你是,你坐一个,我看看,不,不,不,往,往,你把腿这稍微站起来一点点,对,往这边,倚着它,往里转,对,往这边,这个要,踩住,对,往,倚着它,往手转,你就,你就依靠着这边,像一个轴心一样,这么顶着它,就往手转,顶着这边,往手转,顶着你这边,不是,你跑右边,你跑,来,就往左边,往里转,哎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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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用你这个,倚着这个力量,你再去往手转,往手转, 往手转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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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呢,对,对,对,转,对,你倚着这边来,你再来一个,节奏还是那个节奏啊,对,倚着那边往手转,对,触球转手腕,别,别去拉大手,对,把手腕抓住球,好球,这个好,好球,对,抓住,然后直接向前板头转出来,对, 别着急,放慢,别着急,放慢又快了,对,放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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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还是快,还是快,这个好,对,你看,你的重心还是在这个,这边,你看,他们拉起,大家看,他拉起,还是,你把这个,你的力量靠这边发,没问题,但你的重心别倚在这边,你倚在这边说, 没有集中点呢,就看是,你整个,整个动作,腿腰都在用了,但是这样是没有集中点的,你必须把这个力放在左腿这边,然后,倚靠着这边,再往处转,这个力量是你能收控的,啊,分个位啊,大家看一下啊, 他现在就是从面上,我拉,不是你拉,我拉,我拉,啊,你快被我把这轮动,你再往面来点,你看啊,他现在就是把整个的重心是放到来他的腹腿上,他是左手腹腿,右腿就是腹腿,我就相当于我放在了左腿上,其实你从面上看,他腰腿都用了,你看,腰腿都用了,他一掏,腰腿都用了, 对,但是这样这是使不上劲的,你这整个的重心一定要倚到左腿上,然后,倚靠着这边的力量是往回收,你这样转的时候,你的腰腿都能使上劲,两边腿都能使上劲,然后这个人的腰也能使上劲,你看啊,一个是,一个是,一个是以副腿的,再给大家拉紧,再来背,你看,以这边的,面上看也在转腰,看,也没啥,但是你看我以这边的拉球,你看这个球,就能被我吃住,你看我整个身体,我跟球就有一个杠球,整个, 腿腰跨,去杠球这个力量,这个力量就能让你很集中,然后把这个球吃在手上,但这边我就集中不了,这边我感觉完全是在靠手在拉,我看是动作是用腰用腿,实际,腰和腿的力量没有用在球上,你看吧,我必须要以靠着这边的力量,以这个为一个轴心去往回转,然后这个力量,我的腰腿的力量才能真正的用到球上,我手才能减轻负担,你看吧,再来一个,你看,你看,收回, 倚在这边,你看我倚在这边,你就是倚在这边,明白吧,你看,你再看我一下,你看,你看我倚在这边往回转,你这样的话,你看我这样,我是不是跟球出现了一个角度,侧向,你看我手腕手指,是不是侧向对球的角度,我只有侧向对球,我才能使上劲,你正着对球的话是使上劲,明白吧,所以说要让开,让出来角度, 然后你的整个腰腿才能使上劲,你看吧,往左腿上移,哎,对对对,对,可以,没问题,往这边来点,你老站这么偏,干什么,对,节奏,先找节奏,对,找球,拉手快了,对, 还是有点快,对,好一点啊,别往天上拉,往前摩擦,你觉得你能摩擦弧线够了,你就往前走,你看,这个就没够,等他,对,再等,等会啊,再等,对,你弧线觉得你自己手上抓的弧线够了,你身体够了,你就把这球往前走,手腕往前转,对, 好球,孩子六岁啊,就已经会拉正反手下拳了,嗯,很好,对,我问你个问题,你觉得这个球是靠,是你靠手拉过去的,还是靠身体拉过去,靠身体吧,对,你回答非常对,靠身体,所以说你整个这个力量,以及它起弧线的这一下, 都是靠你的腰腿起来的,手腕只是给予了它摩擦制造弧线,明白吧,所以说不要靠手去起弧线,手是起不来弧线的,要靠身体顶的这一下, 啊,腿腿腰灯转的这一下,你再试一个,啊,手上瞬间给予转板的摩擦,动作不用那么大,把手指手腕再触球一瞬间,对,对,要集中转那一下,对了,非常好,很好,哎,你看这个球拉到就实了,很好,非常好, 对,不管是你往前拉,还是你拉高调,你这一下必须要集中,然后集中吃住,擦,转出来了,不用说非要去我,把整个动作做的又多完整,完整没用,你集中不了,它是没用的,要的是这一下集中,顺带着把动作做完整,明白吧,你看你后面这些球拉的就非常好, 对吧,大家你们其实也能看见,就是,其实同样,同样他用的这身体都是他自己的身体,只是说时间节奏发生改变了,拉的不原来好了,对吧,包括机球的原理,以及手指手腕的这个运用的时间,它发生改变,你看立马质量不一样了,命中率也不一样了,这就是什么,这就是技巧,这就是技巧,对吧,你存在了有一些,比如说你节奏上的问题,你再去掰腰水, 手这些的话,你节奏对不上,肯定是拉不上的,它是合不上的,明白吧,是吧,很聪明啊,很聪明,就是这个,教成年人都不好教,他就能学会,啊,来,再来几个,巩固一下,别把我刚才都忘了,你往这边站点,对,往这边站点,啊,对,集中摩擦手指手腕,抓球,哎,对了,别着急,很好,很好,抓住, 对,把球抓住,食指大拇指抓,抓,抓他去转,转他,对了,非常好,非常好,看着了吗,你看你现在拉的感觉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,你你自己回答, 时间了,啊,我刚才用力了,用力了,你感觉拉的就是比刚才质量要高了,呗,是这个,没,没开播的时候,比这个活跃多了,一开播有点,有点,有点,有点害羞了, 刚才开,刚才开播之前还说呢,这次要来掌掌粉,哈哈哈,开播有点,有点害羞啊,来,再拱共一下,拱共一下,啊,然后一会给你来点,来点有难度的,啊, 别着急,先调节奏,再想自己身体的原理,再想击球感觉,啊,你看,你节奏对不上,你别的都没用,看,全抢了吧,别着急, 第一,把你的站位往前面站一点,第二,把节奏先调好,你看,这几个球全是抢,太,太,太早,对,放慢,对,你让球吃了时间长,哎,很好,别抢, 大好,我眼上的小白米